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爸爸是冠军 佩琪和她的家人在看电视里播的体育节目 跳得可真远啊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妈妈 世界纪录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你在某方面是世界第一 也就是说你是冠军 你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 这里面的冠军有跑步的 跳高的 游泳的 我真希望这里面也能有你的名字 这里面真的有我呢 不会吧 真的 你的爸爸可是跳泥坑的冠军哦 哇 还没人打破我的记录 我想以后也没人能打破 下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跳泥坑 这一跳溅起了很多泥浆 事实上我想没错 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爸爸 你再也不是世界冠军了 大家肯定都会很伤心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佩奇 猪爸爸 你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 大家都希望你能重新成为冠军 这件事很重要 是真的吗 是的 好的 我会努力的 明天开始 太棒了 但我必须要再去做一座跳泥坑的训练了 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么去跳泥坑的 爸爸 啊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冠军的佩奇 哦 猪爸爸 你是跳泥坑大师 爸爸 你现在是不是要去练习跳泥坑呀 并不是的 佩奇 我一定要跟泥坑融为一体 什么 要想跳好泥坑 我就要像泥坑一样思考 爸爸 你需要练习跑步吗 不用 那么你需要练习俯卧称吗 不 我需要睡觉 然后做梦梦到泥坑 今天是跳泥坑大赛的日子 猪爸爸穿上了他的跳泥坑专用运动服 真是糟糕 我找不到我的金靴子了 我把靴子送给了猪爷爷 让他在花园里穿 我的那双幸运金靴子居然变成了原意用的靴子了 你还有别的靴子 可它们是不一样的呀 你好啊 猪爷爷 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双旧靴子吗 呃 是的 猪爸爸有急用想要回来 你有没有好好保管它们呢 呃 我有时候还给它们浇水呢 猪爷爷在猪爸爸的幸运金靴里种上了番茄 我们需要他去参加今天的跳泥坑比赛 没问题 我们就在那儿见面吧 所有的人都来看猪爸爸的跳泥坑比赛了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我 土豆先生吧 好耶 祝你好运猪爸爸 可是你的幸运靴子在哪里呢 它们在这儿 谢谢你猪爷爷 我闻到了一股番茄味儿 好 现在有请猪爸爸来跳泥坑吧 猪爸爸正在思考 各就位 预备 跳 我一定要和这个泥坑融为一体 我一定要成为泥坑 那个泥坑居然不见了 所有的泥浆都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猪爸爸已经和泥坑融为了一体 大家都已经和泥坑融为一体了 这是新的世界纪录 太棒了 我的爸爸是冠军 这一位是谁啊 我是小猪佩奇 知道吗 总有一天 我也会成为跳泥坑的冠军哦 我已经在训练它了 哦 你在接受大师的训练呢 那你都学到了什么 如果你想要去跳泥坑的话 记住 你一定要先穿上你的 鞋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